这个书都是我们传统的书 到现在 这个谁你了解呢 协会理事长牵着一头背上放着稻草 及低瓜菜的牛表示 牛对族人非常重要 也代表丰收 协会成立七周年 即感恩丰收节活动 分别以教会仓师感恩方式 及邀请来自都兰部落的小朋友 及嘎根业团 都立海洋艺术团分别演出舞蹈 及演奏 来带动活动热闹的气氛 卡吉泰社区发展协会 已住在和平里 那地板聚落的族人为慧眼 但协会有意成立为一个部落 今年三月份曾召开会议 并结议以理事长为 当然部落卡吉泰安 和平里的八边 和平及嘎吉泰等五个积落的族人 百年前原本就是卡吉泰族人 后来因部落遭海水吞食 族人分上迁到之家农地居住 而形成五个季落 七年族人还共同启行丰年祭 今年卡吉泰有意独立出来 有族人觉得是搞分类 既然两个发展情况很好 你做你的 我做我们的 我们互相就好了 我的原则果然那是阿拉丁尼 所以现在呢 到目前 我没说没说 孟国人这样 不需要 孟国不得说 你说 我要了我们和平发展 我们围绕和平部落的发展函数 堵杀 也能一个力量不是要 就变成两个力量 有吗 以后这边成立一个部落 然后这边也要选一个头目这样子 他们好像 我不喜欢是这样 不要分类 造成我们南北江有 这个领导者 这个敌对的状态很不好 那一方面也是 这个发展协会 我也不便讲了 因为这个选举的恩怨也有在里面 部落要一分为二 各自进行封年纪 有助人觉得是嫌疾因素 也希望能够继续团结 不过卡吉赖色西发展协会不放弃 还是认为必须要独立出来 已经向相公所申请 还没有下吻 接着法务台东成功 采访报道